第313章 龙木 小狼干脆就直接冲了进去 肆无忌惮地展开杀戮 而墨家兄妹则没有小狼那么凶猛 只在外围不断地击杀那些杀兽 叶西文只是不断地轰杀着那些杀兽 手上没有丝毫的停顿 那些杀兽根本就不是叶西文的对手 凡是被叶西文击杀的杀兽 浑身的精血都会被叶西文彻底吸收 被灌输到那个神秘的空间之中 神秘空间之中 一夜古经正在爆占着异常耀眼的光芒 那个神秘的空间正在不断泄构着古经之中的各种逐天大道 虽然仅仅只有一页古经 但是可能每一个字都蕴含着道 这是传说中的神灵留下来的古经 虽然真无界之中 人们一力否定所谓诸神的存在 另外一方面 却也相信人类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也能达到那等高度 这种有些矛盾的说法 但是却在千百万年之中 流传了下来 古经之中 隐隐有一尊看不见的神灵正在送念古经 不断的妄图挣脱叶西文的身体 每到这个时候 神秘空间就散发出一阵七彩光芒 将它镇压了下来 古经虽然不是什么智慧之物 但是毕竟是神灵留下来的东西 所谓神物有灵 以往也被人得到过 但是也都是被人一点一点的参悟 怀着敬意 哪有像叶西文这般 根本就是掠夺式的参悟 以神秘空间为主导 古经之中蕴含着的道 被一点一点抽丝 剥茧一般抽离了出来 虽然仅仅只有一页 叶西文都还没有吃透 只敢说自己懂了一些 但是仅仅是如此 叶西文感觉 自己的收获就已经比在那个书库之中 看了大半的书 还要有收获 现在大约整个望天派的遗迹之中 也就只有叶西文等一行人了 其他人早就都离开了 叶西文得到古经 这个事情太大了 一夜古经 谁都想得到 许多人都离开去通知自己门派之中的势力了 在这望天派的遗迹之中 是肯定没有人能对付得了叶西文的 有很多不太愿意离开的人 也只能选择离开 因为想要离开 就只能依靠建令 如果现在不走的话 那么就只能永生永世的被关在这个遗迹之中 和这个遗迹一起崩溃 这也是为什么众人在一开始要拼命争夺建令的原因 只有夺得了建令 才能获得主动权 叶西文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所以他还不能离开这里 暂时这里还是安全的 因为要出去的话 只要一枚建令就足够了 但是想进来 就必须要有八枚建令 但是现在八枚建令之中 有四枚在叶西文的手上 其中一枚是得自墨家兄妹的 另外三枚就是从第五神主身上抢到的 所以他们即便想进来 也不可能进来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门口堵着自己 正因为如此 叶西文才只能更拼命的修炼 以应付可能到来的可怕袭击 经过叶西文几人的一路厮杀 这一个小小的妖兽王国 几乎是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就完全被叶西文等人消灭干净了 这些惊血有太半都被天元净给吸收了进去 这个时候叶西文等人已经来到了望天派的一记的深处了 打爆了这一个沙尘暴之后 叶西文等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地底宫殿的入口 一股股庞大的龙威从其中四散了开来 其中还架杂着一些死气 这是龙威 尼玛 还这么多古 难道这里是一个龙穴 小狼一愣 随即说道 龙族 传说中是可以和诸神抗衡的种族 是诸天万界的统治者之一 至今人间的诸多帝皇 仍然自称是真龙天子 就可见龙族的影响力了 一条龙出世 就足够恐怖了 何况是一个龙穴 一窝龙族 足够将整个真五界都掀得翻天覆地了 不对 这可能是一座龙墓 埋葬了龙族的最终墓地 叶末却皱着眉头说道 里面透着的死气太浓重了 几乎是翻滚而出 正常的龙穴也是不可能有这种死气的 而且如果真的里面住的都是活着的龙的话 那么他们早就都出来了 如果摸到一座龙穴 我们就死定了 但是如果摸到一个龙墓 那我们就发达了 小狼双眼放光地说道 龙族是诸天万界最喜欢收藏宝物的一个种族 即便是一个龙墓 应该也有不少的宝藏才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死去的龙族的骸骨 这可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每一条龙族年老之后都会自动前往龙墓之中等死 而龙墓也往往是龙族最大的秘密之一 就算是龙族也没几个真正知道他在哪儿的 只是当龙族受陷将至的时候都会受到龙墓的召唤 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跟着冥冥之中的感觉来到龙墓 龙墓之中别的不说 光就是那些龙族的骸骨 就是一笔无与伦比的神葬 不过龙族对于他们的墓穴一贯看得很重 所以龙墓也往往是天地间一等一的凶险之地 叶末说道 进去看看 所谓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现在我还有别的选择了吗 叶西文有些无奈的笑笑说道 现在他是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些人一定在外面等待他了 一出去多半就是一场场的恶战 所以他必须要尽量提升自己的实力 叶西文一行人进了这个地下的宫殿 一股股龙威铺天盖地而来 这时候叶末终于贬食了出来 这不是真龙 是一座蛟龙的墓地 叶末说道 不过虽然是蛟龙的墓穴 但是也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机遇 这座蛟龙的墓穴应该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说不定都有十几万年了 说不定比望天派的历史都要长了 我怀疑 可能是这个望天派意外发现了这个蛟龙墓穴 才以这个蛟龙墓穴为根基建立了这个望天派 所以才会有那一枚蛟龙弹的存在 叶西文点点头 蛟龙墓穴自然不是真龙的墓穴好 但是危险程度也降低了无数倍了 因为有着一阵阵龙危的关系 外面的那些妖兽猛懵懂懂之间都不敢靠近这座蛟龙的墓穴 因此墓穴之中 也仿佛是许多年前一般 根本没有动 龙烟槽 龙之 叶西文一眼望去 数百株的各种珍稀的药槽 都是成长了上千年 甚至是数千年 上万年的好东西 这些东西放到外面绝对是价值连城 随便一株都能随随便便的卖出上百万灵丹 外面别说是少见了 应该说根本就见不到 只有在龙墓之中才可能见到的东西 龙族死后 腐化的身躯慢慢被溶解成大地之中的养分 以龙的血肉的浇灌才有可能长出来的东西 一般的地方怎么可能见得到 这些叶西文和墨家兄妹都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珍贵无比 价值连城的药材 如果不是叶末依依解说 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 就好像龙汁 长得犹如龙形一般的灵芝 颤颤微微散发着阵阵灵芝的香味 千年分的龙汁足足可以增加百年以上的寿命 而这千年分的龙汁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许多两千年三千年的龙汁 甚至还有一株九千九百九十九年 差点就要化形的龙汁王 除了龙汁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只会生长在龙木附近的草药都出现在了叶西文的面前 这些平日里肯定要被瓜分一空的极品草药 现在就这么如同路边的野草一边长在路边 没人管 原因就是因为望天派没落太久了 已经没有人能够随便进来了 而外面那些妖兽虽然也是垂涎三尺 但是问题是 他们没办法克服对于龙威的恐惧 对于智慧生物来说 龙威在强大也仅仅只是对身体的压制 但是对于那些浑浑噩噩的妖兽来说 是从本能上对于他们的压制 尽管由于这个不是真龙木 只是蛟龙木 橙色和真正真龙木中长出的有些差距 但是对于叶西文等人来说 也已经是无价之宝了 叶西文大手一挥 将大部分的极品草药全部都掠到了自己的手中 我靠 你太无耻了 小狼见叶西文动手 顿时大骂 但是手头也不慢 一把抓走上百株灵草 而墨家兄妹动手太慢 每人只抢到几十株 不过两人都已经很满意了 这种东西 随便一株都是上百万灵丹 光用这些灵丹能砸死一个传奇巅峰的舞者 叶西文一行人才刚刚在焦龙木附近就收获了这么多 对于焦龙木的里面就更是无比期待了 哈哈 叶西文 这次真的发达了 这才刚开始就获得这么多 这些草药之中 有许多是增加寿命 也有一些是疗伤 补充晶元 还有一些能直接提升功力 叶末说道 你收的那些药材里有一些龙元草 可以补充你 因为过度使用天皇再生树而损耗的生命晶元 感谢观看